好那金融大哥 恒大的这一个金融压力 固然展现在金融市场上 可是习近平要追查 许家印洗到海外 藏到海外的资产 这里头也在抢钱袋子 对这个讲到 许家印这一波的 中国政府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已经可以 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一个出发点 他出发点有人说 是为了解决几百万的 这个物业的业主 能够做到保交楼 这个是表面的样子 实际上不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这么讲 因为现在中国的舆论 把许家印 把它变成是一个千夫所指的 用道德性的角度来批判 许家印他就由自取 他当然是要为他的 过去的高杠杆的操作 要付出代价 不值得同情 可是呢 习近平现在盘算的是什么 他现在真正在乎的是 真的是这个 恒大的这个企业吗 当然不是 他在乎的是 几百万的这个物业持有者吗 也不是 他在乎的是 几十个行业的 这个所谓的供应商吗 当然不是 他在乎的是什么 是金融业 不能够跟着被爆雷 因为这个恒大也好 其他中国的出问题的房地产 他们都有大量的抵押 在银行里头 然后高杠杆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 他背后的担心的 第一个是银行 而银行的这个因素 又跟地方财政有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整个讲起来 在中国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背后啊 他当然是把很多资金拿出去 而且很可能不是只有为他的家族 还有为他所服侍的党政的这个高层的家族来进行 习近平现在要追是这一块 可是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的本质 因为在中国啊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土地财政 有一个调查 在中国啊 从2020年到2022年啊 这个中国政府的总收入啊 2020年是15.43兆 那一年的土地收入是占了8.41兆 这大概就是50%左右 另外一个 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资料来看的话 那么房地产开发商卖房子的收入当中的比例啊 最多的是用来付买土地的钱 以及第二个是缴税跟各种归费 而买土地的钱 这个钱谁收去 政府收去 地方政府收去 税跟归费政府收去 也就是说啊 你不要只看到恒大负债两兆多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债务啊 大家都以为是啊 这些这些人捐款捐逃 错了 因为根据这个资料啊 事实上股东的分红的比例啊 只占到百分之三左右 百分之三左右 当然也是一大笔的数字 而且中间肯定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交给政府的税费 归费 或者你买地付给政府的钱 这些钱真的进入 全部进入公家机构吗 其实也不一定 好 所以回过头来讲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现在首先第一个 因为中国土地是政府的 第二个是卖地所得 跟归费法 跟税费 一半都政府拿去了 现在他等于是要继续来割 要把它最后一点炸出来 炸出来之后 因为他还有一些资产 处理完要优先处理的是 金融企业的这个负债 再来是地方政府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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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